45. 澳門日報 科大急診上軌鏡湖宮城新推馬學章 調整資源集中服務 2015年7月12日拓問A02本部消息 供J鏡湖醫療中心縮減凌晨時段8小時的急診服務 鏡湖醫院院長馬學章表示 隨著科大醫院24小時急診服務成熟 供J鏡湖醫療中心承擔的任務減少 可以工程新推 目前是合適時機調整資源 將服務集中在澳門半島的鏡湖醫院 馬學章強調 供J鏡湖醫療中心過往提供24小時急診服務 是因應過去供J未有其他醫療機構 現時科大醫院24小時急診服務成熟 加上急診服務的特性是需要即時診斷 以及有些診斷需要即時介入治療 供J鏡湖醫療未能做到 綜合考慮下 決定將服務集中在澳門半島的鏡湖醫院 縮減供J鏡湖醫療中心凌晨時段8小時的急診服務